韩国乡村小乐队 乡村音乐是流行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南部本土音乐 歌手不求有多少的唱功 一把吉他 外加伴拙琴和口琴的伴奏 歌手就可以尽情地抒发他们心中的快乐和忧愁 现在随着在南京的外国人的增多 市民也有机会在一些夜场 接触到这些原汁原味的美国乡村音乐 这三个打扮得很牛仔的老外 就是以演唱乡村音乐在南京小有名进 留着长胡子的美国人陶毅然 已经在中国待了十年 由于有中文的工地 再加上在南京多年的生活经历 使她的中国话带着浓浓的南京腔 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和她的距离 陶毅然说她算不上是真正的歌手 她现在在两家不同的翻译社工作 唱歌只是她业余生活的一部分 在国内多个城市的演唱经验 让她了解到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 有着热情奔放的一面 中国有点坐不稳 有点安静不下来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互动 你只能让他们跟你一起唱 一个美国人不扬外里来到南京 陶毅然身上有着美国人典型的 不安分的心态 她说能够在南京一待就是十年 纯熟偶然 但这座城市让她愿意安顿下来 稀稀品味她的风土人情 在乐队当中 陶毅然的外形是最抢眼的 一把大胡子让中国朋友 能够很快地把她 从其他的外国人当中认出来 不过陶毅然说 她原先也是一个白面书生 她说我挂了这么多年 皮肤有点受不了 所以开始抽血 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说算了 就顺其自然了 让她长出来 她那么想长出来 我就让她吧 他们说你不得挂 对吗 你不得挂 这个有专利的 俗海说音乐无国界 乡村音乐也不是美国人的专利 三个乐队成员当中 除了陶毅然和David是美国人之外 另一位歌手罗台记则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并且由于具有领导的才能 还被大家推举为乐队的队长 来了第一次就觉得不错 来第二次就觉得好 我一定要在这里定居 所以工作了几年才有机会过来 过来就是经历中国的生活 我已经来了两年多了 罗台记呢有一个中国女朋友 而另外乐队的成员David 则已经成了中国的女婿 有两个 对 然后来 做了 对 一个陶艺人 我们就是去年认识的 通过一个 朋友 别的朋友 三个老外在中国成了朋友 并且合作演唱 他们觉得做音乐是一种享受 现在他们经常在一些酒吧表演 也做一些现场的活动 他们都说 自己在中国的目标不少 最想的 就是带给中国的观众 纯粹自然的相似音乐 我有很多目标 有点太多的 知道吗 分心的 但是 就是一个是学好中文 而另一个就是 能够发展我们的音乐 中国更是有这个传统 这个大家一起唱 这个传统 所以如果我在家唱的话 基本上都是中国朋友 让我唱 人们只是放音乐 和唱 很自然 那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会做我们的选择 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享受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带到音乐 我现在的感觉 我认为音乐是失败的 表點記者報導 就像很多中國人對美國人 對澳洲充滿了幻想一樣 很多老外也會覺得 南京這樣一個中國的城市 簡直就是一個天堂 非得住下來不可 這就是國際化的一個表現 就像現在全球金融危機一樣 美國人買房子的錢還不起 我們一起跟著受累 國際金融風暴 現在是最國際性的話題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去關心 這個國際金融風暴怎麼樣解決 但是有件事情我們要關心 那就是自己的錢該怎麼